井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今天的话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遮发人深省的话题 螃蟹行为 如果竹篓中只有一只螃蟹的话 我们必须紧盖住竹篓口 否则螃蟹会沿着竹臂爬出去 然后如果竹篓中有两只以上的螃蟹 即使没有盖上竹篓盖 它们也逃不出去 然后没有任何一只螃蟹能够逃脱 然后这种现象导致了人性中的一些阴暗面 《红楼梦》中的螃蟹为铁甲长歌死未旺 兽医帝描绘了这种螃蟹的特性 代表这种行为了 为力是图建立妄议 甚至不惜同归于尽的心态 然后反映了一种缺乏团队精神 无法为集体利益牺牲小我的刷掌心态 觉得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螃蟹行为存在 然后也许是那个不讲理的小霸王 紧急圈里可能有像少年管众般自私自利的人 比如说商场上 我们看到垄断市场的横行厂商 然后社会中有敲诈勒索抢劫的地流氓 然后甚至在政坛上也不乏 让百姓生活困苦的贪官污吏 然后这种行为的本质是什么 是自私 是短视 是对他人和社会缺乏关怀 然后当一个人只求个人利益 轻视团队成功的时候 就是在表现螃蟹行为 就是说这不仅表现在害人最终生害极 然后它会导致国家落后 社会不安 家庭不和 朋友背离 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是什么导致了螃蟹的行为恐惧 不安全感 竞争意识 什么都可能是原因 然后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 可能会本能地采取自保行为 甚至不惜伤害他人 但这种行为往往会带来更多的不良后果 形成这种恶性循环 比如说在现代社会中 螃蟹的行为表现得更加多样化 好像在职场上 我们可能会遇到 打压同事 抹黑竞争对手的情况 然后在网络空间中 网络暴力和谣言传播也是螃蟹行为的一种体现 然后这些行为不仅伤害了他人 也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螃蟹这种心态呢 首先我们需要培养同理心 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 就是说个人的长期利益与集体利益是一致的 然后作为后人 我们应该学会欣赏和赞美别人的成功 而不是嫉妒和打压 然后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的正面例子 童子曰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人 这就体现了古人对于古人的重视 他们具有无私之心 拥有奉献奉献的精神 才是真正高尚的品格 然后劳子也说 既以为人即欲有 既以欲人 然后即欲多 这说明了和服务他人 最终将使自己获得更多 然后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也能找到许多积极向上的例子 就是说反的高尚品格 然后这些事例告诉我们 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 不仅可以带来个人的成就感 还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或者说教育在克服螃蟹行为方面 扮演重要角色 其实我们需要注重 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通过道德教育 团队活动等方式 帮助下一代理解合作的重要性 然后学会在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 也为集体做出贡献 主要让我们反思就是 在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里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我们每个人的这种行为 都会对他人和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然后我们的社会将更加和谐 更加进步 其实佛陀在一个故事中所表现的 如在地狱受苦 即使愿意承担一切众生的业 然后这种无私的慈悲心 不仅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更能够影响整个世界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讨 螃蟹这个行为 对社会发展的必然影响 然后在经济领域 螃蟹行为可能导致不公平竞争 垄断市场 甚至贪污腐败 这不仅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 还会加剧这个社会贫富差距 某些大企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可能会通过不正当手段 打压新兴竞争对手这种行为 最终会抑制创新 然后损害消费者利益 在政治层面 螃蟹这种行为可能会促使 政客们为了个人或党派利益 而关注国家和人民的福祉 这种行为将会极大地发挥 政府公信力 动摇社会稳定的这种根基 我们在世界舞台上 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 一些国家只顾自身利益 而不顾全球共同利益 这就是在气候变化 疫情防控等全球性 公共卫生事件上 表现得十分明显 然后我们要认识到 其实螃蟹的行为并非人性的全部 然后人类历史上有无数团结合作 共同进步的光辉 然后我们经常看到 全社会团结 一心共渡难关的感触 这种精神是人类人民进步的动力 在共同生活中 践行了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吗 首先呢 我们可以做起 然后在家庭中 父母可以深作则 教导孩子分享和合作的重要性 在学校里 老师可以设计更多的团队活动 然后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 然后领导者应该展示 如何为团队利益着想 这个 这个我们可通过这些活动 人们可以建立更加严格的责任感 培养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 此外 媒体在塑造社会风气方面 就是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需要更多正面报道 展示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的典型事例 就是引导公众树立正确价值观 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激励合作 奖励善行的这个社会机制 这需要政府企业 教育机构和每个公民的这个共同努力 然后让我们以一个中国古代的预言故事 来结束今天的演讲 孟子腾说 中古之乐不如乡人之乐 山人之乐不如这个兄弟之乐 极乐的话不如父子之乐 不得关爱 各位朋友 让我们共同努力 抛弃螃蟹的心态 就是培养团结互助的精神 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的话 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幸福 谢谢您的聆听 接下来呢 我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音乐 老猫创作歌曲 想要想感受用MVTI 帮你弄解自己 找出心灵的代码 我想还是内向 S还是N 是N 是一种组合 找到你的真 我是NFP 热情又开朗 直觉和感受 让我飞翔 你是SCJ 实在有可靠 思考和判断 让你无邪可及 实感的朋友 赞助在细节里 直觉的伙伴 看到未来的美 思考的智慧 我进入钻石 情感温暖 让世界更正直 我是昂静 计划和愿景 内向和思考 让我无畏前行 你是DSP 开乐和自由 外向和感受 让你光芒死舍 盼望和直觉 在生活中选择 提前做计划 还是随心所欲 不管是哪种 你都有特质 MVTI的魔法 让你看见自己 不是Infet Feet 生死和共鸣 内向和感受 让我心灵 存存 随 你是ESTP 保险和活力 外向和实感 让你与众不同 在这MVTI的世界里 我们都是独一不拍 不管你是哪种类型 都有不显可能 让我们一起 发现自我MVTI 让我们全在一起 让我们全在一起 在这MVTI的世界里 我们都是独一不拍 不管你是哪种类型 都有不显可能 让我们一起在理性 让我们一起发现 我让你紧张 让我们全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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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